有機會比較淺又成為一隻安打喔 今天的二隻二喔 雖然這個球很重 沒有阿達利 這個技巧性相當不錯喔 一個滑球投到一個健身的位置 導致梁家勇這個手要靠近身體來做一個旋轉 那擊球的位置也是球棒比較內圓喔 所以反而距離 這棒呢 又有阿達利落地 應該又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阿銀繞過去 這個球要直接往三壘抓嗎 沒有辦法 一三壘有人 哇 今天三四棒 這兩人啊 兩個打球都是連線的喔 對戰 江郭豪也是 今年也是有心得的 這次要再打出去 那定調 它是攻擊型無效 啊 太糟了 我覺得 唉唷 不用打了 直接丟在屁股上啊 哇 這一開始的訴求 這要防衛員一定要看啊 因為畢竟這個是直接打在 屁股上方喔 靠近腰的地方 對 出棒 喔 有機會穿喔 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二壘上的跑者也要回來 這個球直接往本壘傳 傳偏了 變成了一三壘有人 那馬傑森的安打是兩分打點 樂天呢 又要到領先 哇 做一個反向的攻擊喔 那這個球帶進來以外 剛好穿了一二壘之間喔 這個球選擇 晨晨選擇要直接回傳本壘 那這個球並沒有傳準喔 就偏差蠻多的喔 所以 代表公必須要往前喔 去接這顆球 對 哇 這個讓三壘指導教練 主棒 反手撲是撲到了 哇 傳不出去啊 還是上壘了 這球已經打得很強勁喔 這樣就會有打點 對 手比較深 用鋪的 第一時間是有接到 比較轉換的時候 球沒有拿好喔 不過這個位置來看 幾乎上是給安打的 對